被問兒子婚宴 趙叔海暴怒 鼠落問得很蠢 那有沒有說要請幾桌啊 找人來找我 你們不願意問嗎 我這個開過你來問 沒有嗎 你媽還有屁 你媽還有屁 啊是什麼事惹到趙大哥發飆啦 鏡頭拉到SS小燕之宴錄影現場 你就知道了 等兒子結婚 應該問媽媽的信息 沒有啊今天爸爸沒來 是不是先問爸爸 也可以問爸爸媽媽的信息 對啊 你今天當爸爸 你兒子結婚你就知道什麼信息 你問得蠻蠢 欸兒子結婚是好事啊 叫爸怎麼會大動肝火勒 齁該不會是趙雁廷11月28號台北補請婚宴 是先斬後奏的吧 如果嫁你兒爸爸的信心可能比較 多層次一點 嗯 兒子娶媳婦 媽媽的信心 現在比較複雜 現在比較複雜 那有沒有想說趕快催生 這都是他們自己決定 如讓我過去反得了 我跟你講他們的設計師就是他啦 對 我們問不到他啊 哈哈哈哈 我們只遇得到你啊 那現在那新聞怎麼出來了 那是跑電影線的啊 因為我們有分線嘛 然後電影的人都會碰到他 啊我們中間就練 就是我說習慣就拔爛的東西是嗎 對 那人性的什麼 我們有中間線 我們有電影線 就是從電影線那邊出來的 他從哪裡來的嘛 我問你對的嘛 就沒有辦法透露 那來源是很難透露的 他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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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你自己去忙 找人來找我 你們不要來問我 哈哈哈哈 開門來問我 沒有嗎 你媽還有P 呃接下來就完全沒有畫面了 是說趙爸以前提到又緣 就爆發過欸 婚姻是兩個家庭 是兩個不同環境成長的 兩個不同的人 只是談戀愛 只是你愛我我愛你 打個盆 天天這樣子幹嘛 蘋果亂外 我問得蠻蠢 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發刀